说到营起股,我想谈多一个板块 就是海峰国际1308出了一个营起 增长是超过1.3倍的 最新的数据是增加至11.7亿美元 这个板块你觉得会不会接近 都是继续比较多营起的板块 如果你打算抱一些短炒心态 出现营起来才去炒 不要短炒 我记得一两个礼拜前说 如果你在这些市况上做一些好仓保处 就是说因为航运股 一些盈利能力比较稳定的股份 这些位置就是想试股 但如果纯粹升上去才去炒 我们说的航运股 其实跟经济周期的敏感度相比较高 当市场觉得经济衰退风险要加大的时候 它又会退回到23-22元的位置 现在说的欧美反弹就是觉得衰退风险减销 它又有营起 其实运价是未跌的 但你要想一下就是说航运股 究竟运价先跌还是航运股跌 第一方面你要有个想法 我也挺肯定回答一定是 航运股的股价先跌 但问题就是现在运价未跌 所以股价又跌了 现在就短线出现的技术反弹 你开月线图上面 这些航运股基本上 由过去一年已经不是一个升势 已经是高位上一个横行格局位置 如果你在月线图上面 轮有升势只是3-16 可能说游易艳蓝 估值相对本身比较便宜 再加上严重的货源归边等等的因素 但短线随着只要一旦经济增长放缩 或者经济水度的风险加大了 压力就自然大 所以我觉得航运股 如果你抱长线投资心态的话 都还可以想的 你最多都是赚息蝕价 不会说输得很深 不会说严重地跑输办法 在资产配置上面 如果你是一些大型基金上 我觉得应该要有的 在航运股上面 因为基金不代表爆赚 就是最主要的效率 不要炮树的市场很多 但是如果实际以追渣股角度上 业绩出来可能你又充到26-27元 这些位置就会想吃户 嗯 好